第四 知诸根胜利之力 诸根这是讲六根 言而彼是胜一 这六根 哪一个根 灵明 哪一个根 比较迟钝 佛知道 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知道这个才能教化众生 教学其技 知道道理 就能够起理 知道众生的根性 就吃鸡 这个教学就能得到殊胜的成就 所以一个好老师 不容易 不知道众生根性 你怎么教 一地教学是失败的 现在人 用考试的方法来承认 准不准训 不能说不准 也不能说 完全准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了 用今天科学的方法 来承认 承认到什么 知识 测不出智慧 智慧跟知识 两种事情 今天社会出了问题 真正原因在哪里 智慧失掉了 人为智慧 全准 全准自己的妄想 妄作 古人说的 胡作妄为 把事情是错了 带来的悟苦 谁知一切众生的六根 胜利 这就非常重要 谁能知 凡夫非常困难 古人有一句话说 知人知命 不知心 他 他你心里在想什么 不知道 佛菩萨 知道 知道根的胜利 好久了 都不会放大了 你敢不放大吗 带来的 请不吝点 回来